音樂 We were just children acting like a dog 我長三歲 我覺得它長得很像XX欸 我跟你講 有像างper的欸 然後聽說這邊還可以雙飛欸 老闆說最高可以到巴菲 那是巴菲是一個男生七個女生 謝謝 好誇張喔 應該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在澳洲當地 日本俗稱的自由戀愛是合法的 那它這邊有分所謂的 公倉跟私倉 那這部分呢 我想要交給一個 我比較專業的朋友 因為今天我會來拍攝這間店 也是他介紹給我的 來我們歡迎我們的 Michael 他本身想要上鏡頭 所以我請他出個聲音 你要不要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身後的這間店 成為身後的這家TOKYO 206 是位在於雪梨的市中心的附近 他們主要有三家分店 位於這個區域 紅燈香亮的就是 主要的店家 紅燈亮的時候就代表開始營業嘛 是 因為我記得我下午經過的時候 他是沒有亮的 所以他就是告訴大家說 當你走在路上 你只要看到紅燈有亮的店家 他基本上就是可以進去 享受自由戀愛的 我剛好聽到就是Michael跟我說 裡面呢 中國的女生有將近 1400位是不是 對 這不包含日本的女生 只限定於會講中文的女生 像今天我們要來的這間店 他主要都是日本女孩居多對吧 對 主要是日本女孩居多 但是叫得到中國的女生 其實我個人非常期待是為什麼 大家也知道我拍過日本的泡泡浴 老實說那個店家 他不會讓這些女生全部攤著讓你看 可是我們今天跟這裡的老闆談好了 他會直接把所有女生站一排 然後他裡面最厲害的是 他燈光超級亮 大家不要看現在這裡紅紅的暗暗的 裡面的時候是超亮 你可以看到完整的小姐 從他的毛細口 到他的胸部大小 還有他的腰色 你都看得一清二楚 不過我相信大家很好奇的應該是 今天我會不會親自下場 跟各位說今天不會 我老了 我請了一個非常非常喜歡XX的一個朋友 他這次說他叫嫖丑 如果過去有看我在上海拍片有沒有就知道 他就是那時候跟我拍片戴頭套的那個阿拉丁 現在變成是一個荒野大投課 跟各位說故事是這樣子的 其實在澳洲雪梨 差不多5點之後就超無聊的 因為這裡的商城或是街道區 主要是晚上他們全部都下班 甚至連精品店都是5點就下班了 所以根本沒地方去 上禮拜 我的這位好朋友阿拉丁 自從我們認識Michael之後 他就直接問Michael說 欸 打理好玩 Michael就跟他說 有一條街 都紅紅的 你看到那個紅光你靠近他 就像飛蛾撲火一樣 你會覺得 哇嗚 於是呢 我們就來到這間店 故事講到這邊我要說重點 上次他來的時候 就有看到一個特別正的紅牌 他叫Luca 他也能接受我們的採訪 而且他是AV級牛的 對 你看他眼睛都亮了 所以他今天就是來挑戰Luca的 你挑戰之後我希望Luca跟你一起接受採訪 阿因為我知道你只有5分鐘 所以我會故意跟大家說你有半個小時 我們就直接上去吧 GO OK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來了 我剛剛看了一下 哇 這邊的小姐非常的多 我先請一下我們這裡有經理 好好的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邊的消費方式好了 我們這裡主要就是亞洲店 主打就是日本女孩 還有中國的 泰國的 越南的 新加坡的 混血的 都有 基本上亞洲這些國家的女孩 在這裡都可以出現 因為我剛剛有得知說 你們有滿多間分店的 那大概店跟店這邊大概猜得在哪裡 我們每個店的女孩都是不同的 這邊就算是一個主店 這種店的概念 對對 可以這麼說 我剛剛有聽老闆說 你們有一間店是專門服侍一些 身分比較尊貴的一些客人 是吧 我們經常會有一些明星啊 但是都是個人演示 我還跟他們拍過照片 所以這間店也算是一間明星店 如果大家有來的話 真的要來體驗一下 那你應該已經選好你心目中的小姐了吧 對 那她很喜歡有個叫 Luca的一個日本女生 這個女孩子服務超級的 紅牌吧 對 對 她的服務特別好 她是日本女優 在日本拍過片的 那你跟觀眾大概講一下 這邊大概的消費的金額跟時間嗎 大概的消費就是 半個小時有 160 180 200 210 價格不等 這是半小時 45分鐘基本就是在 220 240 260 270 就大概這個之間的浮動 1個小時大概就是在 270 到310 320 330 特別會有350 那有沒有適合她弄5分鐘方案 我們最底線的服務就是 2個小時起家 對 好可惜喔 以後經理就是如果有之後像這種男 你可以幫她弄個那種掃蟹方案 蠻適合她的這樣 我在幫你講話 要更醒的 因為都吃藥了 然後... 為什麼當初會想要弄這間店 然後做這間類別的事情 澳洲很人性化的 當你開這個店的時候 它也是考慮到 對 比方說我們疫情期間 有的店還會開放 它讓人家的家裡感 釋放到最低點 特別澳洲是最好的人性化 正低犯罪率 對 可以這麼說 對 減少MeToo行為 車震到明天早上 我也希望 因為畢竟我們在台灣是不合法的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台灣觀眾 會對於這一塊是比較模糊 甚至覺得是負面的 但老實說其實當你走出國際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東西在其他的國家 它是很開放的 甚至這東西在其他的國家是一個需求 是每個男生都需要的 就像他一樣 怎麼看 好啦 我覺得廢話不多說 那今天我想問一下 我們能不能看一下 今天的所有小節 可以啊 可以讓觀眾來個眼符 可以的 必須的 好 那我們準備一下 We were just children Acting like a dog Crazy naive Bought and carefree We were Kissing like a dog 那 今天你可以幫我從左邊開始介紹 我們過去 好的 OK First girl Japanese girl Emma Second girl Japanese girl Luca No.3 Japanese girl Kano No.4 Japanese girl Kari No.5 Japanese girl Lola We love needs girl Yami Japanese girl Chil We love needs girl Naila Japanese girl Rui A.Mire 那麥可換妳呢 選啊 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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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女孩 Rui 好 OK 我們已經選好 麥可跟阿拉丁的兩位小姐了 那我先採訪我們第一位 我想要請她做一個 簡單的自我介紹跟觀眾 Rui Rui 20歲 Rui 那3月來第一次 後來回日本 然後6月又來了澳洲一次 可能待一大 8月要回日本一趟 那去兩邊跑 兩邊跑 對 簽證的問題應該是 日本那邊也有工作 欸 她日本是做這個行業嗎 對 一樣的工作 重點是她年輕 她20歲喔 20歲 嗯 2003年 2003年 哦 那真是好年輕喔 那她那時候是怎麼得知這間店 還有辦法來上班 這個也是經過朋友介紹 悉尼有這麼一家店 我記得老闆有跟我說過 來悉尼若包這間店 就不要說自己來過悉尼 結果大家想要請她 服務完我的朋友之後 然後告訴我 她服務後的心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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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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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她 23歲 我覺得她長得很像XXX 我看一下 有像對不對 你把手機給我 我給她看 我給她看 對 跟她很像 你剛才也覺得很像對不對 有一瞬間啊 一叉眼有點像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一下 等一下就是你體驗 Michael體驗 然後解說 開訪他們 就算只有5分鐘 我會把你剪成半個小時 沒關係 好 OK 那我現在要陪阿拉丁上去了 你已經準備好了吧 我剛剛我看她房間 其實她算是蠻乾淨的 她就是床在旁邊 之外 她旁邊有個浴室 然後只是全玻璃的 就是鏡子會有那種 體驗感 對 她那個鏡子 像那個跳舞教室 對 對 真的 這種的最色 也是男生最喜歡的 今天電視真的是最好 她帶我看了七八家 其他都是很昏暗 燈有多暗要有多暗 有多黑有多黑 就讓你看不清 這邊就讓你看得盡 你在講下去 大家觀眾會以為說 我們收錢來拍這個影片 沒有收錢 好好好 走走走 哇 她剛剛急著要關門耶 太 太感發了 她剛剛直接很著急耶 來 坐坐坐坐 哇 我第一次拍了一下 跟各位說她這邊的格局 我也喜歡 是因為她這個床 她這邊坐都不對 當阿拉丁在那邊坐的時候 大家看一下這個鏡子 這個鏡子會曝光 她的所有知識跟一切 目前聽下來這個房間 是有一點小回音的 就是她會把聲音蓋住 所以你就會聽到 那女生的叫聲 結束之後旁邊 就直接是一個玻璃的 全部都是透明的浴間 這浴間很適合是 有可能 當浴場在那邊 女生在洗澡的時候 她又想要了 然後她覺得 可以把人拉過來 或者就直接又進去浴室 其實有一間 有一間更好 一間天花板上的浴鏡子 而且她其實蠻乾淨的 我只是說 好啦 你準備一下 好不好 看為了工作犧牲奉獻 沒有啊 你們就很開心 奉獻精神 好啦 結束要跟我說喔 好啦好啦 好啦 好啦 說掰掰 各位觀眾 看我坐在這邊 絕對不是會要來體驗 我也很像 不過我把這個機會 讓給我們的Michael了 跟各位說 這間就是剛剛 跟阿丁提到 他就是連上面 都有天花板 還有旁邊都有 這間我覺得比剛剛那間 更讓人家覺得興奮的點是 你看旁邊 就會看到你自己 然後你看上面 又看到你自己 我覺得這間 真的是我目前 遇過最厲害的 我相信 等一下Michael 體驗應該會很好 欸Michael 你為什麼會想要選他 人份啊 可愛啊 然後聽說 這邊還可以雙飛耶 老闆說最高可以到巴菲 巴菲很扯 巴菲要怎麼擠得下這個房間 這麼小 有大擠的 有大擠的 那是巴菲 是一個男生 七個女生 女生 好誇張喔 好啦 那Michael 你大家聽完 記得跟我說 沒問題 好 阿滴 好 阿滴 那我們現在來到 另外一間分店 就是這間分店的負責人 大家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Summer 我是這邊的負責人 剛剛跟張文杰聊了蠻多的 我有跟他說很多觀眾 因為畢竟我們在台灣 這個是沒有那麼合法的 所以大家對於這種特殊行業 其實有很多的QA 像我自己認識的 像這種特殊行業 裡面的媽媽傘 或是裡面的人 都是很冷清的 他們可能就覺得 男生來 他就是來消費人 他也不會有太多的互動 跟他聊天或幹嘛 他就懶著說 欸來來來 幾號 OK好 那進去 收錢好 結束 掰掰 但我發現我來這邊 我覺得差異性很大事 其實從我一進來 我都還沒有說 我要拍攝的時候 然後本來就對我蠻溫柔的 那個感受讓我覺得 嗯 跟我印象中的 這個行業不太一樣 每次就是也很熱心的 跟我說 我們可以拍什麼拍什麼拍什麼 我跟各位說 如果今天去其他店 他是能不拍就不給拍 因為他會覺得 會影響他的生意 是第一個 其實剛剛的過程中 很多客人來 但他竟然是 讓我們拍攝為優先 然後把客人 請他們先稍等 這個我有shockdown的 因為畢竟這種工作 他都以客為尊嘛 我有很shockdown說 哇 他們是很重視這個拍攝的 即便他們根本沒有看過我的頻道 那我很想問一下 他們姐說 你在這行業這麼久了 有沒有一些女生 可能是因為負債啊 或是因為一些 不好的事情而 必須來這裡工作的 會的 這個來的女生 每個人的背景都不同 可能有一些是最開始的時候 賺的錢都給男朋友了 或者被男生騙了 或者是在家 各種人有的賭博了 也有 來到這邊之後呢 就存錢 因為這邊的人賺錢 首先合法 然後也放鬆 也安全 他們會很努力在這邊 還有一個就是 你剛剛說到的 個人進來這邊會很熱情 因為我們一直是 把客人放在第一位 就是說他們來到這邊之後 如果沒有喜歡的女生 我們會很有耐心地告訴他 誒 你要不再等一下 等一下會有你喜歡的風格 不會說 誒 你不喜歡 你就不要在這等 你趕緊走 不會有這種風格 真的真的 因為我去 像是去拍其他地方 他們有很多給我的回饋是這樣子的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這應該也是 我替觀眾問的 我相信大家會有這個疑問 來這種地方 大家會覺得說 誒 是不是都跟一些黑社會有掛鉤啊 很多人他其實內心是想要的 但他很怕來了 受騙 或是突然先了 這一塊 這個地方如果你來 你完全放心 因為我們這邊是合法的 我們是有牌照 合法 交稅 然後還受政府的保護 如果我們這邊女生受什麼委屈 或者客人搗亂 我們可以報警的 而且價格也是密碼標價 我們店內也會有架工網 它也會有每個女生的價格 也不存在說我們亂收費 那樣的情況 剛剛還有一個姊姊她有說 我們這邊也是受警察庇護的 對吧 對 我其實剛剛有聽到 對 我跟各位說雪梨的站真的很不好 然後也呼籲大家如果要 然後就來這種工廠 那種時常我們沒有可以保證品質 也沒有辦法保證 你會不會出事 少一顆腎都不知道 好不好 對 不然搞得好像我的業配一樣 對 那感謝正門姐 謝謝 而且我剛剛走進來的時候 我發現竟然有一對情侶進來 他是把小姐帶出去還是 因為我看他們應該是情侶吧 對 他倆是情侶 他就是會來 他不過就是 他來我們這邊選一個女生 然後他們一起進房間 在裡面互動 13個人一會 這麼開放的嗎 對 這邊 而且還有雙飛 五飛 一個男生選7、8個女生 我有聽到剛剛有到Buffet的 對 就很正常 這邊只要女生願意 客人他覺得也能接受 我們都可以提供 對 好酷喔 OK好 體驗完如何 很好 我看你剛剛進去 大家沒對我就出來 差不多 半個小時了 有半個小時剛剛好嗎 我問他剩多久 他說我剛好剩5分鐘 剛剛房門一關起來 是不是發生什麼事 從頭緒數到尾 他脫衣服 我脫衣服 先洗澡 那身材是如何 剛好是我喜歡的 剛好 罩杯多大 A吧 是嗎?A而已嗎 感覺很大 那個就A 可是那臉很正可以啦 那個臉很正 好耶 洗完澡之後 就是例行公司 就正常幹活啊 後來 到中間後半段 我又比較要下床 然後在鏡子前面讓我看他 他超溫柔 會把你當作很像是 日本電視劇看到那種 你是他老公 然後你可能下班回到家 很累很熱的那種感覺 他跪在地上這樣 然後他沒有跪在地上 他沒有跪在地上 他就只是很輕的那種 這樣碰碰你 然後這樣親親你的臉 這樣子 很溫柔 他願意親你的臉喔 那代表他真的很溫柔 他們這邊都會很有禮貌 應該是這家店的個人特色 因為我 經驗不算多 護個字也不少 那我沒有遇到過 店家會提供漱口水 他會要求 後部跟小姐之前 都要先漱口 代表說可以清 對 只是我都不清 必須講 因為我這麼多次 都沒有遇到過有漱口水 漱口水是一個很加分的點 然後 作為他講洗澡 你這邊的事 他會幫你洗 只是他洗就是重點不畏 其他地方你不會帶到 所以他會靠你肚子很大 他還是願意幫你洗澡 沒有 然後他就一直戳我肚子 我說我很跑這樣 我說No It's Kawaii 他就一直會給你那種 捧殺你那種感覺 快到結束了之後 他會 我問他的時間 還剩多久 他會自己有個Yubi的時間 就是會跟你說 時間要到了 大概就是會提醒你這樣 如果說 滿分是10分 你給這次服務幾分 9分吧 9分那很高耶 不高我也不會跟你說 一定要來拍自己夾 我用去夾夾 對啊 那 你要不要給一些 第一次 就是他可能本身是很想 但他沒有過 沒有嘗試過的人 對對對 他比較CARE是隱私的部分 第二個是可能 他必須女生身上很主動 他可能不知道要幹嘛 身上會緊張 你還不要給這些人一些意見 我通常去 我都會裝作我沒XX 我就是 不知道我要幹嘛 會在那邊 當木頭一樣 然後我看他會不會給我一些反饋 他會跟我說 該脫衣服囉 或是會不會幫我脫衣服 對 其實他其實是會服務你的 那時候我站著他就說 示意我要我脫衣服 對 然後就帶我去洗澡 這樣 然後你不知道怎麼辦 他會引導你 應該怎麼做 然後幫你洗 然後再跟你說 欸 因為洗完澡 然後欸 該上床了 然後就是我這樣子 坐著我床 然後他會問你說 你怎樣會比較舒服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然後他可以去配合你 就知道你的居點在哪 類似這種概念 對 然後 其實我會問他 他哪一種比較 對 就是物詳 他會有一種 深度交流的那種 沉浸式體驗吧 應該這樣 對對對 這也跟照片 應該沒有落差到很大吧 這邊落差 大概就百分之十吧 那真的 那真的是微乎其會 對他 根本就沒有落差 百分之十是十 對 但我剛剛看那個Luca 真的是他照片的本質一模一樣 對 沒有 而且本人比照片好看 對 他照片拍得還比較醜 他那個AV的那個封面 都沒有他本人好看 嗯 好 我們換Michael 對啊 你覺得你剛剛體驗如何 我主要在講 躺在床上那時候 嗯 看著上面的鏡子 那我感覺真的是 超棒 觀眾一定要奶饞體驗到那種感覺 就像你家裡 房間裡面放了四面鏡子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動作 所有的表情 角度 所有的角度 那個真的是 觀眾們去體會 就 我要形容一下 就可能一般 我們這樣是不是體驗感 就是我們的這樣垂直視角 嗯 可是他跳板多了一面鏡子 你躺著 你不用動 就可能看得到 整個過程 了解 神經病 我想問他 剛剛如我朋友的時候 就是我朋友是一個 怎麼樣的人 喔 Service 後 大人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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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優秀 所以 我來 OK OK 好 沒關係 因為語言的關係 所以我其實沒有辦法 很好的去跟他做一個訪談 不過沒關係 我相信觀眾看到他這張臉 就已經知道一切了好不好 就覺得 我覺得他臉才是重點 好的 OK 那因為主要是因為語言上的關係 所以剛剛在採訪上面呢 花了一點時間 那我來總結一下 李慧琴跟我說的話 他說呢第一 阿拉丁很快就出來了 所以他覺得不開心 沒有啦開玩笑 好 他說他覺得台灣男生蠻穩柔的 他說其實在一般進來的時候 男生會脫衣服嗎 那他覺得說 他的感受是很好的 可是剛剛在脫衣服的過程中 可能他的衣服可能腳卡到或幹嘛 然後去幫他做成平衡的動作 他覺得這是一個很暖的 他覺得這是可能一般在這邊不會遇到的 他剛剛也說 在整個過程中 阿拉丁都是很溫柔的 也沒有可能強迫他或幹嘛 他覺得整個體驗都是覺得很舒服的 很像一種在給人家談戀愛的感覺 對 那我覺得看下來 其實女生配合度都蠻高的 甚至其實一開始他們也會擔心說 欸 要不要上鏡頭 但後面其實他們也都是蠻願意的 那店家也不會去強迫他們 我覺得這蠻酷的 該說也都說了